暖男哥舍身户幼帝 遭比特犬狠咬恐虚截肢 上周密西西比州一名15岁的男孩 为保护弟弟不被比特犬咬伤而遭到攻击 现在可能面临截肢命运 事件发生在上周四 Jackson和5岁的弟弟Bentley当时在外面玩 接着他们的邻居Mother Bruceert说 自己要把Cleo从狗屋里放出来了 Cleo是Bruceert替儿子养的狗 两兄弟都知道它 他们到Bruceert家看狗时 他警告他们别靠近 接着Cleo就咬了Bentley Jackson马上把弟弟抱起来 放到垃圾桶上 这个举动却让自己成为攻击的目标 在这15分钟里 一名邻居用铲子打了Cleo好几次 同时Bruceert也试着用食物分散他的注意力 但他就是不松口 最后他终于把Cleo赶了回家 有人在募资网站GoFundMe上 为Jackson的家人筹做医疗费用 目前还不确定他是否能够保住他的腿 比特犬目前尚未被安了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